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多轮的角逐也是各代表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我们看到有复旦大学 武汉大学 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 围棋文化的重要阵地 所以这个池州市指办这样子全国名校教育围棋 都有池州围棋文化的宣传 都有我们围棋文化的普及 都有特别重要的推动作用 围棋本身它就是一项非常高雅的资历活动 它要求你对你局部和全局的判断 这个是需要你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同时也要训练你的细节的地方 细节决定成败 经过七轮比赛 中南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得前六名 比赛顺利落幕 那据了解 其实围棋比赛 一直是我们广大知识分子 所重视 所喜爱的一项高雅的运动 是的 也希望这样有趣的比赛 能够更多地去举办 对的 刚才看到画面里 比赛还是很激烈的 是的 那其实也很凑巧 像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两位棋手 现在呢 也都是之前 一个是在上台已经毕业了 一个是目前上台的 正在就读的大学生 对 也是我们的学弟 对 也是我们的校友 就今天也是非常的巧 也展现了其实现在高校之间 这种浓厚的围棋氛围 是的 那今天的这两位棋手呢 一个敏玉婷 一个李维钦 我想棋友们可能对敏玉婷 会更为了解一些 对 毕竟老米这个 还是棋风很独特的 然后包括战斗力 米式飞刀 都是很有 很有名的 代表著作性的 对 那李维钦呢 李维钦他是2000后 00后 今年20岁 然后现在等级分 大概是第10名左右 非常强的一位新秀 然后在2000后也有很多 有一批吧 很厉害的棋手 李维钦也是当中的 我觉得算是比较优异的 佼佼者 对对 所以也可以看到 这是一盘我们 就相对年轻一代的脚量 对 我觉得他们俩棋风 还是挺有意思的 老米是力量型的 这个就不多说 像李维钦 我觉得他的棋风技术 是比较全面的 没有什么明显的弱点 就是比较 算比较综合实力比较强的 所以说看他们俩 到底是有一个像 毛和顿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也今天一起来看看 两位棋手究竟会把棋局 导向什么样的一个进程 好的 好 那这盘棋是敏玉亭的黑棋 对 星小木 对星小木 八角 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布局 可能其我们对这部小间 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 因为如果是在原来的话 像这种小间 是要挨老是骂的 就像有点像点三三 这种感觉 也是在AI出现之后 下的比较多的一种下法 它也没有说这种具体好和坏 只能说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下法 但是如果是在 比如放在二十年前 那么这部棋小间 肯定是不太会出现的 因为我们可能会跟我们常见的 像脱退定式比的话 对 可能之前会觉得摆起 这样会更充分一点 对 毕竟是多爬了一下 但其实是差不多的 两个定式基本上相差无几 现在的话 这个开局 可能棋友们也会经常见到 然后黑的拆边 摆起挂脚 黑气 二间地夹 这个马上 基本上就要在右下角 形成一个战斗了 对 现在棋友们可能也知道 就面对这样的夹击 白旗首选都是非压 对 而之后的话 如果普通的爬 现在黑的是 不会选择爬的 为什么呢 先摆一摆 比如说爬 棋友们比较常见的 比如爬了一跳 那为什么黑的 不会选择爬了跳呢 因为现在在这边 摆得有一个很坚实的 一个跳衣 这边一跳衣之后 黑的这边 下面这条边 就显得比较小 所以说黑的是 不想在下面兴起 所以说这是黑的 不会爬了跳的一种原因 当然黑的选择二间地夹 肯定不是为了爬了跳 所以接下来黑旗的冲断 是必然的 对 首先我们要看看 黑旗是谁 毕竟黑旗是米玉婷 他肯定是要选择战斗的 是的 那接下来白旗的选择也 也只有长 这个地方基本上 白的有长了挡的 两种下法 但是一般长是 比较常见的一种下法 好 我们来看接下来 白的长黑的压 其实这个定式是 非常复杂的 非常非常复杂 有很多很多的分支的变化 但是相信两位对局者 在这个定式 还是都挺有信心的 我觉得 一个是以力量著称的米玉婷 另一位是2000年的李维青 但是呢 李维青对这种定式 也是绝对是了如之掌 是 我想你们这种 就是经常在网上训练的骑手 还有包括现在 大家都很用功 好像对这种AI的开局 还有这种定式的研究 都比较深入 对 像今年疫情开始之后 现在职业骑手 普遍都是在网上训练 包括国家队 甚至一些骑手 大部分都是在网络上训练 而且一些正式比赛 也是放在网络上的 因为面对面的话 是无法进行对异的 那就你个人而言 你觉得在网上进行正式比赛 和你过去的这种面骑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还是有区别的 主要是像网上的话 可能会更加容易形成一些随手骑 有的时候比如说 骑盘上虽然也是惯性思维 但是网上一下 比如说十手骑很快就会进行过去了 然后下完之后 就有时候可能会有时候有点后悔 就是下来有点快 其实有的时候还可以再多加考虑一些 所以说网上的话 还是跟现实中下棋 是明显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那像今天我们讲解的这盘维甲 就算是今年很难得的这种面骑了 能够因为不涉及到世界比赛 然后可以在这个 大家坐在棋盘面前这样切磋 对 我觉得下维甲的时候 首先一个大家很兴奋 因为终于是有面对面的棋可以下了 另一方面也是有点生疏 因为好久都没有下过面对面的棋了 一方面是很高兴 一方面也是好久真的没下了 然后就手都有点生 但据我所知其实有一些棋手 比如说你们队就有在这个维甲开始之前 有进行一些线下的这种训练 对 其实也是有一些队会线下训练 有一些队会组织线上训练 都会有一些队里的一些系统的训练 好 那再回到这个定式 我想两位棋手肯定都是了如指掌 但接下来的这个进程怎么样呢 进程应该也是一个 现在基本上都是首选 然后也是基本上是比较必然的招法 然后现在黑的贴 白的立下 就在这个时候 黑的是面临着选择的 这半棋黑的第一个选择 一个是立下 首先跳进去的话 黑的脚上不活 另一个是说白棋说我要出头 你到底是在这边搬住我呢 还是在脚上补一手 那么我们实战黑的是选择了没有战斗 那么我们摆一摆 如果黑的搬住的话 会怎么样 白的跳是必然的 因为立了之后肯定要跳进去 黑的加 里面会形成一个对杀 对 现在的话下手棋就比较有意思的 比较巧妙 黑的这个时候 如果是正常打吃 紧气的话 那么白的沾上 大家可以看这个棋 如果形成对杀 黑的打吃 白的一般 现在黑的只有两口气了 白的还剩下三口气 这个局部如果是简单的进行对杀 显然是黑的是不成立的 那么黑的所以说这个打吃是最容易想到 但是也是最不行的一种下法 那么我们正解 黑的一路到尖 这步到尖是一个比较巧妙的招法 为什么说的巧妙呢 你说我这摘上 这看着也不错呀 但是呢白的在这边一跳 对 如果你被白起 白的唱了一沾 做出一个眼味的话 对 就会形成了一个有眼杀无眼 所以说黑的这地方是不能粘住的 这棋我们一定要记住了 这个棋有一个一路到尖 这个就比较厉害了这个棋 对 然后白的正解是粘住 黑的粘上 白的立 然后现在双方收气 白的粘 白的要记住 白的就都行 一样的 黑的收气 打吃 打吃 然后现在 如果黑的是粘上这个的话 那黑的这局部当然是不好 所以说黑的现在 直接 开结 对 开结 在这局部形成一个打结 然后黑的 好 打结 虽然说可能觉得出其无解 但是呢 刚好左下角下了一个定式 那么黑的还算是有一个 现在还算比较合适的节裁 点 这样白气如果消结 对 白的只能消结 那么黑的冲 像这样呢 基本上也是一个两分的一个格局 但好像是在胜率上 黑的稍稍便宜那么一点点 便宜了几个点 但是这个这几个点 完全不影响之后的胜负 相信两位对局者 对这个变化非常的熟悉 也是 对 那实战的话 他还是选择了一个取角 这样的话双方会在外面形成一个对攻的状态 对 黑的冲 这一下为什么要冲掉呢 白的是先跳出去 为什么要先冲这一下 黑的只是想做活前先手冲一下 先便宜一下算是 那有什么玄机吗 还是只是说就是 好像也差不多 好 一起压 对 白的退 这个地方 双方打了一个时间差 对 黑的压 然后这个时候白的再回到退 黑的其实最终目的就是活脚 然后现在是 一个是要扳头 一个是要夹住你 当然白的这块肯定不能被夹住 因为夹住就死了 所以说白的只能这个地方让黑的扳头 黑的扳 点扳 这个地方 就是由于冲了一下 基本上白的是无法反击的 这样黑的沾上 白的跳一下 点 这是黑的新手的权力 其实可以看基本上下到这儿目前为止 都还是一个定式 一个定式下完一个右下角 下完了 有点像原来所说的大雪崩 就是一个奖下完四分之一个棋盘 基本上就定型了 所以说这基本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定式 但是呢双方肯定都是比较有信心的 就在这儿谁也别想占到便宜 所以现在的结果也就是双方都两分 对 差不多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更喜欢 要我的话我会更愿意下白的一些 为什么呢 首先白气虽然这块是姑气 但是 其实我们可以看这里边是个金桂脚 金桂脚意味着什么呢 黑的这个脚还没有完全活静 这一点 以后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打结或者是双火 所以说这个脚黑的是没什么木的 但白气只要是处理好这块气 来的实战一飞 其实可以看 虽然说黑的这一排子这么多 但是双方还是一个处在一个互工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这个棋黑的实地并不是很多 所以说我说的理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时空 是 而且现在棋友们也都知道 在初始的这个胜率上 可能AI在期末半的天幕下 是更看好白气一点点 所以也要求黑气的布局要更为积极一些 对 首先说一下那个像黑气和白气 胜率是什么呢 不是说初始双方50对50 那不是的 其实白气一方有一些优势 略微的优势 是白气要接近60 59到60 黑气值40左右 对 所以说白气从天然 就是一开始就占据着优势 占据着那么微弱的优势 虽然说这些优势很小 但是呢 它也是有优势的 而且对喜欢时空的棋手来说 基本上都是喜欢下白气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在开局当中 很多的招法是黑气这样下可能会烧亏 但是白气这么下呢 也许就是可以接受的 对 但是很有意思 就是我还记得 在比如说两年前左右的威价的时候 基本上比如说下十盘 白气可能赢个八盘左右 但是随着近两年发现这个胜率越来越接近了 黑气和白气的就是胜负越来越接近 就是现在好像黑气胜的也很多 而且是基本上可能四六开或五五开这种状态了 越来越的接近 所以说可能大家对布局的了解是越来越深研究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脚上的定时算高于段落 然后接下来黑气是选择的这个手脚 黑的先立了一下 立了一下 然后手脚 对 它选择了一个大肠 对 因为黑气觉得这一右边右下角 现在暂时告一段落了 然后呢 刚才说过 如果黑的这个气如果再补一手 比如说这个气 我们把这个地方跳住 其实是看着非常好的一手气 这首先连厚了 黑气以后之后白气就薄了 这是非常好的一手 但是它实在选择手脚 它是想 因为刚才说过实地 实地不是很够 它想再捞一手 对 但这个气呢 有得就有失 对 要是我下 我还是会选择先把自己连上 因为这个气确实是黑了以后之后 才能体验出白的这块 变薄了的这种感觉 而且对以后的这个作战来讲 更加有利 这个是后发之人 但是实战的话 老米是想先抢一票 捞一票 对 但它付出的代价就是 接下来白旗能够 白的刺一下 对 这几个旗子 有一点点的一个公式 碰上来 对 这不靠去是 不太容易想到 因为现在 首先就第一杆飞一下之后 虽然说黑旗这块没活 但是毕竟 之前说旗长一尺 这个无眼自活 是不是 下面黑的是有半只眼 上面这么厚的这个旗 你说这白的走 这儿是在干什么呢 因为就如果我们 抛开这边的配置来讲 局部而言 跟黑旗这种交换 肯定是亏损的 对 但其实呢 虽然说旗长一尺 是无眼自活 但是白旗是真的准备 攻击黑的这个 这也算 这根 长棍子吧 因为它的这个黑旗 有这么大一块旗 所以它也比较重 就相对来讲 它也不是可气可去的 对 它是 一定是不可气的 这块旗 这块旗黑的 如果死了的话 死了的话 相信这盘旗就结束了 所以白旗希望 就通过在这边的借用 去做准备工作 就一旦如果说 我真的足够厚的话 那也许我就真的要 对黑旗痛下杀手 对 所以说像这种碰 我感觉也是体现出 奇才的一方面 因为不太容易想到 正常来讲 比如说现在 可能逼住 对 逼住啊 那如果进攻 是吧 直接进攻 是比较正常的 这样黑旗可能出头 对 这样黑的出头 会比较从容 像这不碰 就是属于那种 一看上去 就像好气的气 对 搬 搬 那么正常来讲 黑的首先 最容易想到是斑 那么白的会连斑 对 这样 黑的如果是 白的沾上 然后黑的吃 然后白的应该还会在外面 这边先压一下 正常来讲 二字头要长 对 黑的肯定要长 白的再拐吃 然后黑的把这子拔掉 那可以看白的在左边 虽然说这个木很损 但是大家发现 这白的多了 这一排的子 那么 再以攻击 这是属于攻击 还是算吃齐呢 这部齐 感觉已经有点 穷途必现的感觉 对 对 对 这属于是已经 我要吃你了 所以说黑的 也是很担心这个土 是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黑旗也是 这个察觉到了 白旗的意图 它也是用了一个 对 这个苦肉计 反击 对 这也是反击 是的 它通过这两个交换呢 能够我们可以看出 让白旗没有刚刚那么厚 对 它等于是属于 这黑的多了两个子 至少比刚才 不像刚才是白的 一排的子 对 白的还是长 对 总之白的这部碰 其实是一个对 左边的一个借用 就想多一些子 然后总之目的是这部长 那么就是要 进购你黑的这大块 就你刚才这部拖鲜 我要对你发起严厉的 这个反击 惩罚也是对这部起 对 要让黑旗付出代价 黑旗出头 白的贴 黑的半 很奇怪 好 然后顺势打吃 对 这也可以看 其实现在这块旗 黑的很苦 首先黑的想活 问题是不大的 底下这地方有半只眼 上面这地方 也肯定有半只眼 比如说我这走一走 我自己现在想尖一个 对 如果你封头 我就可以做活 对 我这想活 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这个大块这么活的话 那黑的太惨了 这是黑的不能接受的 所以说黑的还是要想办法出头 尤其刚才说 本来白旗这块还有点薄 如果黑的一走上 那如果白的通过攻击黑的 全部自己都变厚了 那就跟刚才差别太大了 所以黑旗还是想出头 而不是在里面苦活 对 黑的拐出头 然后接下来这个时候 其实白旗也是一直面临选择 就是究竟是 比如说想办法把黑旗封进去 还是说就这样 就是通过进攻顺势 让你从这个比较狭小的地带出来 也是白旗要思考的一个 算是现在要做的一个抉择 对 也是现在白的行其方向吧 到底是什么 你是把黑的封进去 或者是你要吃它 还是要就咱们慢慢下 对 所以在这个比较关键的节点的话 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其实我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接下来白旗应该会怎么来 去做这个抉择呢 对 好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 2020中国围棋甲季联赛 第五轮的一盘这个文凭论道的棋局 那刚刚我们说到 在现在的这个局面下呢 白旗在黑旗搬的时候 是面临了一个选择 对 现在黑的上部是这部搬 现在白旗的面临断不断 对 如果我要是就断上去呢 其实断上去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面临 你就先选择了 一个是战斗 一个是现在局面肯定是 白旗是领先的 白旗一直从黑的这部飞之后 白旗一直掌握着主动 然后白旗是首先断 因为这部断是一部单关 然后他对黑的这块 到底能进攻成什么样呢 他对后面也是没有把握的 这部断首先它是成立的 但是比如说黑的 首先这边有跳 这边其实黑的想活是很轻松的 黑的长一个 所以白的需要 需要小肩或者长补一个 那么这个地方黑的已经有一只眼 黑的现在活是比较轻松的 所以说这部断 它到底有多大的收益 白的是面临着选择的 对 所以实际呢 他还是觉得 我通过搜黑旗的眼位 然后呢 逼迫你从这个地方出头 我可能能收获更多的 对 其实这部棋 它的意思也是比较好理解的 一个是刚才说这部断呢 有可能是一部单关 然后黑的通过长一下 黑的就可以活 那么白的这部斑呢 首先他把黑的这个地方的一个眼 给灭掉了 现在黑的这个地方是没有眼了 那么没有眼这个半只眼 黑的这个大龙啊 肯定是不活的 那么你需要出头 那你出头呢 他最想让你的呢 就是你出头 对 逼迫你跟我交换一下这个 对 你这虎一下 能出头非常好 打也是你的权利 对 但是呢 这也是白的意图 就是你现在这黑的 比如说 能走一个 对 随便走一个 你出去了 以后比如说白的这小间一下 白的首先这提了呀 非常厚 这块气也活得很舒服 白的都是走在时空上的 大家可以看 黑的这块气这么多子 这十几二十个子了 一木气都没有 所以说如果这么下的话 黑的这气从木属 从后宝上 都是要落后的 尤其刚才说过脚上 还是一个金柜脚 这个脚上 右下脚黑的是没有木 就是黑的全盘时空 其实是要比较堪忧的 这也是白的 搬一个的意图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黑旗也没有简单的做火 对 因为如果这个虎 这个手法出头啊 那太难受了 当然你这个瞻的话 其实也差不多 对 因为你虎虽然不舒服 但还是先手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 自己联络的话 这个效率上就更 对 不满意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 黑旗是先 先跳在这儿 反击 对 它这步跳呢 就是出头前 先拷问你 白的你到底是要断我 还是自己先补好 那么你补好 你怎么补 你说 这个地方有个间断 是吧 我这个地方 我先护住自己 但是这个地方呢 就有个靠断 这是白的现在 所面临的问题 黑的我不是说 我这么出头 我直接反击 把你先分断 看看你到底怎么补 这也是 摆在这步班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 所想到的 黑的这一跳 是一个反问答 我先不补断 我先问你 是 但如果说你 注重于这一代的联络的话 那很明显 这个地方就有破绽 这个地方就会出现问题 比如说 我黑的小尖 对 看起来就是你可能 纯联络只能这样 但是这个地方 马上就不一样 我这个打吃一下 一跑出来 这个地方 就白的马上就 面临着断点 就跟刚才出头 就相差太远了 这差距甚广 是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白旗也是选择了一个 最强硬的下法 既然我有两个断点 我就不补了 对白的 其实这部断呢 白的是又是被逼的 从刚才这部断呢 它是不想去这个断黑的 到被黑的这一跳 一个拷问 给麻到了 我到底怎么补 实际上是没想好 算了 干脆把你连根直接断了 对 这样的话就是 虽然白旗在这个地方的 包围圈没有那么完整 但是白旗就有可能 就把转到外面来了 接下来黑旗间 白的打吃 吃一下 然后再从这边吃出来 白的 白的意图是 这地方有两个断点 我干脆 这哪个都不走了 让你自己黑的 慢慢连算了 对 逼迫你联络 对 白的贴 接下来 它选的是贴这个 对 它其实意图就是 你先黑的可以连坏 那我搬过来 那么我就走在外面了 像你这部跳啊 小间 这个小间 这全是 基本上接近于 单关的气 就是没有木 什么叫单关 刚才一直说单关 就是没有木 没有价值的气 走在 没有木属 没有价值 那我走在的都是外面 这部压了扳 把这二字头扳住 那可以看这边 现在基本都是 白的实力范围 对 所以 黑旗这样的 简单联络 是不可取的 对 黑旗希望能够 通过补在这里 去强调白旗 外面 对 黑的 黑的把白的扳住下来 然后白旗贴出来 然后白的断掉 白的这时候是先 先交换了一个小间 因为白的这部贴呢 是第一杆 但是呢 它贴不出去 那为什么呢 因为黑的现在 可能会选择扳住白的 白的现在需要 从这做斩 或者是黑的 比如说黑的长 白的贴 黑的从这打吃一下 长一下 然后黑的再把这个提掉 因为这个地方 二字头 刚才说的 二字头扳住 现在已经扳不住了 那么呢 白的这个子呢 现在也没吃住 白的可能还需要补一手 这地方怎么自己补一手 那么现在跟刚才相比呢 刚才一个是白二字头 现在黑的也不需要小间了 这块旗已经活了 那黑的还可以 比如说 继续进攻白的这块旗 可以看白的这块旗是 已经连不上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的从这贴出去 白的是不看到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 双方都针锋相对 这个地方也都要小心 虽然刚开始看起来 白旗是攻击的一方 但这个时候也是 每一个地方都要下最强的变化 对 白的小间 黑的提掉 其实白的 一直都想说 黑的这块旗啊 你还没有活 那可以看 虽然你现在提掉一个子 首先我这一顶 你这个地方 局部是不活的 这是半只眼 半只眼 加起来是一只眼 这块旗局部现在是死的 但是呢 现在白的暂时没有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白的自己 欠了一个断点 这地方有断点 所以白旗在这边之前 先做准备工作 对 白的先断掉 他希望黑的走什么呢 希望你跟着我打吃 我尝 你还要跟着硬吗 白的应该就 直接走在外面了 这样白的 这边外面先是我的 白旗的 那里边这块黑旗呢 还没活 还没有活 这样的话 黑的局面是非常难的 里边欠一块死旗 外面还都是白的势力范围 其实白的 从白的 从前面斑开始 白的意图 一直不是要吃黑气 吃掉黑气 白气是想通过攻击 然后去收获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有问 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吃了呢 有时候 反而是因为直接吃 存在着很大风险 通过进攻 会有更多的收获 所以这样才是更 稳健地去掌握这个局势 对 那当然我们之前一直说 这个老米都是战斗型的 他肯定不会轻易地 这样服软 所以在这个地方 黑气也下得很强硬 对 因为 其实一直都是 现在是黑气不利的 一个局势 对 所以说黑的 必须得下得很积极 是 黑气希望就是逼迫 还是强调白气 你要缩回去 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这该说过的 这要靠断 这也是白的 下的时候 一直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黑的意图呢 是想让你 你在里面走气 我走在外面 然后再活了这块 这是黑的意图 对 现在 其实就可以看到 如果说白气 简单地在这边走 黑气外面 就这几个子 和白气这三个子相比 它就并不落于下风 对 现在实战白的是 就是贴的 在这补齐了 还是走了一个 他一直最担心的 这个地方靠断 但是呢 现在其实白的 有一个好机会 对 冲 白的冲 冲了提掉 黑的粘住 白的再把这边护住 等于是白的 先把自己外面的 这个断点补住 然后给黑的 制造出一个断点 那么 黑的想说你在干嘛 这我靠你呢 什么意思 看着一个 这个死骑嘛 对 你白的难道还能 气了不成 其实这手白的 有一个好手 挖 反击 在这一瞬间 白的有一个 挖的反击手段 那么黑的 只能打吃 这样白的断 这确实是一个 非常巧妙的一个图 现在如果你再来 冲这个的话 白的就不是吃这边了 对 白的再粘住 是的 这样的话就是 这两个是明显 有两个断点 对 那如果我冲下去 冲下去 白的在这时候再挖 非常妙啊 这个地方 这是特别 特别妙的一个图 这也是实战中 李维钦一直漏算了 应该是漏算了 忽略了这个 忽略了 因为从人类的话 角度下棋 它是有一个 惯性思维的 就这地方 我存在一个断点 那么这个断点 就一直存在 深深地记在 我这个心里 担忧的一件事情 从黑的这部跳开始 白的就知道 我这有个断点 那么这两个断点 它是自己 记得清清楚楚的 是的 那如果黑棋 这个时候 何不从体过来呢 那体过来 白的就沾上 这白的就连回来 其实就是白的意图 不是要吃你 你现在黑的可以做活 对 你这块棋 比如说挤一下 这黑的想做活 是能做活的 但是呢 白的这块棋 只要白的不死的话 那黑的是很难下的 因为黑的这块棋 左边这块还没有 完全活进 黑的需要干的事情很多 黑的外面这块棋 也比较薄 是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能因为白棋的一个漏蒜 所以它实际是选择了补回去 对 这也是一个怪性思维吧 感觉是 它实际是补回去 需要补一手 对 黑棋 沾上 白的提掉 那可以看 现在 其实黑的这块棋 挤 是先手 然后已经做活了 对 黑的想活 是可以活的 但是呢 黑的现在 它没那么简单 对 它先跳一下 它先跳一下 先问一下你 这地方白的冲 交换一下 黑的点 对 黑的做活前 还要 首先 黑的想把这个子吃通 对 这子一吃通过 就不是活在这儿了 那我这块棋都厚了 整个都是厚实 白棋如果沾上 就是黑棋的意图 它通过这个贴的先手 对 这样的话 这个子 两个子马上就面临争死了 是的 那现在白的 那不沾 那补这个断点 那黑的就冲回 这也是 白棋觉得 不舒服的一点 至少 白的觉得这一串 从斑开始 我肯定吃亏了 明显的吃亏了 这个时候呢 有时候 洗手是这么判断的 比如说 面临两个图的时候 这个图我判断不行 觉得这个图不好 那么我就走另一个图 因为这个图我是已经 我知道我肯定不好 那个图我可能判断不清 但是有可能更不好 但没准还好一点 所以说这时候 他就走 一个不可能走一个 他完全觉得吃亏了的图 他觉得接受不了 但有可能这个图 反而更不好 是 因为我们现在 从事后来看 其实现在白棋 这样走完 虽然明显被黑棋 便宜了 但是白棋 如果能在这边 先手定型 抢先在这一带 去出手的话 其实整体的主动性 也还是白的 可以保持 但他实战 因为就刚刚 谭老师说的 这个逻辑 他就觉得 我最起码走一个 我不知道的 对 这个棋 就是面临着 判断问题了 是这样黑的 吃通这个子 那么白的 为什么走这手棋呢 因为白的 现在可以飞下 对 他瞄着这个地方 可以把这四个 给吃了 其实看着也 很有收获 对 很诱人 这四个 这四个吃了 白的首先就活了 然后吃了十几二十目 这个就是一个 判断问题 就是虎 刚才虎的话 我吃亏了 但这个图 我判断不清 是 所以说我没准 这个图我不吃亏 对 但是接下来 鞋的贴 对 黑的这部贴 是比较厉害的 因为虽然白的 吃掉这四个 但是现在还得 怎么补一手 因为这个地方 还有个断点 那么实战白的 先搬 是 但这个地方 是被黑棋 先手定型 感觉这一袋下完之后 就是整个格局的厚薄 完全不一样 对 这样黑的提三个子 对 白棋后手粘上 然后黑棋可以贴一下 白棋立 等于说这样一个转换 黑棋中间形成了铁厚 然后就可以在这一袋是 等于到这个角上的时候 可以直接点在这里去 对 等于是一个判断问题了 就是 你看这个地方 黑的提了四个 白的这地方 吃了四个 到底哪四个大呢 这个确实很难判断 但眼见的 就这个地方 黑棋 因为中间连通的 这个后市 已经可以走到这一线了 对 这种地方确实是 米玉亭 老米这个比较擅长的地方 这种点 它是绝对不会错过的 像这种 能下到最狠的时候 那绝对是 发挥出老米的这种特长 普通的局面可能也就是 打入低的高的这种 基本上 这个第一位挂脚 是最容易想到的 是的 那白的应该会 比如说肩顶的 跳或者小飞 气掉三个子 实在又 往深了一路 是 那白棋 外户就是上贴和挡住 对 挡住 比较容易想到 其实这两个点是 AB建核 就是你走哪 我走另一个 对 如果你选择上面的话 那么你的角控 可能很快就会被黑棋 占住 而且这三个字 可能还是会死 好吧 那确实白棋 这个地方还是有点痛苦的 黑棋贴起 白棋是扳二路 那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白棋 本来这三个 还像是对这边 有一个阵型的地方 居然被黑棋 一手棋就惊吞了 对 这个地方确实损失很惨重 这个从之前我们 之前上次 想跟大家分享 那个到底断不断的时候 可以看这个 完全经过翻天覆地的 这个变化 黑的这个提了这么多字 这是中央 然后这地方又吃了这么多 然后白的把这边四个吃了 其实回过头一看 还是白的明显是 还是亏了的 因为黑的吃得远远 大于白的吃的这四个字 是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 这个棋下完再一回头看 就觉得自己有时候下得很臭 就是有的时候不能回头看 然后一回头看 然后再想 自己之前这个下的 都是在干什么 现在我觉得白棋可能就 等到当时 面对黑棋点的时候 他是因为不愿意去接受一个稍微亏损的变化 选择了另外一条 他觉得更不确定一点的路 但是等到现在我们算个总账的话 好像白棋明显亏损了 那我觉得如果算总账的话 白的应该在想 当时这部班可能就没什么必要性 可能要么往外尝一尝会更好 当然棋局还是要继续 那接下来白棋 本身在这一代定型其实也是很大的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超级大厂 对 但实际上它是现在这一代强牵动手 因为他觉得这个棋正常飞一个 飞 白的飞的话 那黑的比如说这边手 就是现在当前的形式呢 他觉得已经不能这么悠闲的飞了 因为这么下的话会面临着时空不够了 而且黑的非常厚 全盘基本上找不出任何的弱点 而白的这种牵着断 像这个地方比如碰一碰 这地方空还会被搜刮 所以说白的现在需要拼命 白棋是走进来 黑的小飞 这起真的这起还要挡下去 凸显老米的这个风格 个人特色 对 很凶猛 除了很没有别的能说的 因为黑的这个棋就面临着说 我还要搬回去 这个党是先手 是 但白棋现在的形式肯定是不能再忍了 对吧 白棋进去 白的肯定是 天 白的现在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 他等于通过这个先手先捞一票 长 对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白棋就要面临一个问题 对 黑的这一搬之后 如果这四个子没死的话 那白的这大块 整个大块都不活 这是黑的就说 我这不挡的目的和意图 也就是说 我一直说老米这么狠 因为当天局面下 其实稍微简单下一下 也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但是老米他都是能选择最狠 基本就选择最狠的 这也是他个人的特色 对 所以现在逼迫白棋 必须要去利用脚上这个金龟脚 金龟脚 之前一直说这个金龟脚 说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体现出这个脚上的 这个 白的交换两下 对 他其实是为了在这个局部 形成一个大家熟知的这个 刀八五 对 那么这个局部白的计算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确实是通过这个 白棋的一个刀八五 能够形成一个锯砂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脚上的黑气的气非常的长 对 刀八五呢 刀八五是七气 刀八五给大家普及 什么叫刀八五 就是白的再一扑 黑的提掉白的四个子 白的再一点进去 这个就所说的刀八五 这个是七气 很简单 这个直接记住就行了 对 那么现在这个是几气呢 现在这个是八气 也就是 因为少收了一气 跟刀八五相比 等于是黑的这地方有九气 那我们来看看白棋的外面 现在白棋可以先在这个地方稍微的便宜一点木树 把它贴了一下 贴这个 然后我们就可以数气了 这个地方等于说黑棋跟白棋形成了对沙 对 其实白的这地方它只是一直在往处冲 它是希望破掉点木树 对 所以要把最后这个木树也要破掉 对 这个一定要都走掉的 然后白的把这一粘 我们就可以数气了 现在白的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口气 就是属于十气对九气 就是白的快一气 白的刚好快一气 所以白的现在需要去收 对 白的把这粘上 对 黑的提掉 白的收气 白的收气 局部 白的快一气 所以说我刚才说白的在这局部的计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黑棋通过这一串先手定型之后呢 它在这个地方形成了铁后 然后它就可以先来搜刮这边 又是点 对 这不点 其实这时候黑的简单飞下去 其实就已经 挺满意的 对 应该是 基本上就肯定有了 其实就飞下去的话 应该不太会有什么胜负了 因为黑棋刚才说过 黑棋全盘都是铁后 而只有白棋是欠木的 这个棋只会白棋越收越惨 那为什么我都吃了一个脚 为什么我形势反而更严峻了呢 但你想刀霸舞 刚才说过九气 等于是你在脚底的时候走了九手气 你要自己收九口 对 等于黑的在外面就是收了九气 它黑的每不收也是有价值的 而且黑的可以看这个地方 走了基本上十个子 那上面这个孔基本上都姓黑了 就等于说自然成空了 对 那么实战黑的跳 真是老米的风格是贯彻到底 他还是想就是强调 既然我外面厚 那我是不是就要再进来 对 去进一步让你活得更委屈 这地方还要飞进去 但这地方飞进去就面临着 现在白的这一连斑 其实是有一个拼搏的机会 对 这一连斑是什么呢 其实 挺看不清的 还没计算清 这个地方非常的复杂 对 首先黑的有两个打 对 一个是可以选择打完以后 比如说进来 打完只能闭 对 那这地方白的会冲一下 一路打吃 形成一个对杉 对 我相信黑的有可能是觉得 不是很有把握 我现在不 黑的是这个地方 首先刚才说过 这有一个 节无敌 对 非常多的节 黑的有1 2 3 4 5 6 7 8 黑的有9枚节彩 加上这个10个节 加上这个脚 大概是还有很多节 这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地方 现在只要打节 黑的就说我是节王 对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黑棋的这个下法 就可能也还可以 但是至少白棋这个时候 可能需要拼搏一下 对 我觉得 但是呢 我觉得这棋不管怎么说 白的都应该连搬下去 因为现在 明显是不太够了 对 应该说实际上 虽然这个虎 可能不是局部 就并不是不好 但是考虑全局的形式 就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定型之后呀 这个棋 我们回到木树上的话 白棋就没什么机会了 感觉 对 白的 对 几体 白的力 感觉上 应该怎么样 都选择连搬下去 刚才那个棋呢 毕竟是打节 而且是很乱 至少是双方一眼 肯定都看不清的 那现在就是双方的 这个实控 大概比如说 黑棋在这个地方 究竟要收获多少 主持会局面有优势呢 实控的话 还是黑棋明显要领先的 正常说 因为白的这个角 其实挺小的 这个角还要继续 去刀把武吃黑棋 这个地方要扣很多的木树 所以说我感觉白的 还是主要是在中央 我觉得走的是明显有问题的 中央的战斗上明显 一个是一直不知道走不走最狠的 一个是等后面走最狠的时候呢 又没有抓住机会吧 算是 然后等于是一直 现在是被黑棋 等黑棋翻过身来的时候 反咬一口这种感觉 对 因为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说了黑棋截才特别的多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黑棋就简单地 用了一个大家都还 比较常见的一个手筋 就形成了一个截针 对 通过一个打吃完以后 一路翻打的手段 对 这个地方 如果你立 就可以吃这边 对 立是锦棋截 首先肯定不能立 是一个两手截 这是一个两手截 但是尽管是两手截 黑棋的这个外面 白棋就必须要 白的团 黑的蹄 这个地方白棋的截实在是太 白棋留下的截材实在是太多了 对 等于是刚才说过 黑的这个地方就有失眉截 这个地方还有好多截 甚至这个角上 白的眉活也是截 所以说下到这的时候 白的就认输了 因为截实在是没什么好打的 白棋基本上 全盘一眉截都没有 黑的铁厚 然后黑的全盘 可能有十几二十眉截塞 是的 所以就虽然说 可能从局部来讲 本来黑棋的这个下法 是比较勉强的 对 然后包括像这个地方 其实本身有断吃出来 或者是从劫财的角度 正常来说 黑棋是过分的 但因为之前的这个地方 对于双方来讲 都是不可能气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块棋 的一个截库 所以导致黑棋最后 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段 就让白棋就不行了 对 因为黑的等于是特别厚 黑的只要是 刚才说过 这个地方只要有打结 白的就不行 等于这个地方出现打结 白的依然还是不行 是的 所以回过头 我们就强调说 刚刚觉得 就白棋这个地方 总是要搬下来 感觉是最后的机会 这是最后一个机会吧 对 实战的话已经算是铁 铁不行了 从木树和结材都不行 黑的收控也不行 所以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说 黑棋的这个图可能有点乱 那黑棋还有没有可能 吃另外一面 黑的也是有可能 吃另外一面的 但是吃另外一面呢 就在这样的时候 对 黑的吃另外一面 就是吃另一个 但是肯定不是黑的的意图 这样的话 黑的就选择活脚 就白棋转到外面 对 白的转到外面 你说白 吃白的这一地方 好像不太可能 是 马上又显得这一袋 黑棋反而又会变薄 对 这样的话 黑的肯定得不偿失 因为从跟黑的单飞下去比呢 黑的本身上面是黑的孔 然后现在等于这个孔被掏 你只破了这个脚 那么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 应该是 是最后的机会 对 反正黑的肯定是会吃这个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对杀的图 从黑的跳 包括黑的想强调 一直下得比较狠的下法 黑的绝对是要 揪着白棋不会放过的 然后还是其实回到这个图 冲了打吃 白的一顶 然后黑的基本上做结 对 比如说做结完搬一下 这个图就是 虽然感觉白棋还是危险 但是比起我们后来 就是最后给大家摆的 这个实战的进程相比 肯定会复杂一些 对 这个图局部 现在是一个 算是一个打结双火吧 因为这个结 黑的意图就是 你永远提不回去 好 那等于说 错失了最后这一个机会之后 因为有这个结枯的关系 黑棋很简单地 就取得了这盘棋的胜利 是的 是的 对 总的来说 应该还是白棋 就在我们最关键的 这一代的时候 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 好 那今天的这盘 非常激烈的攻杀 最终是与 米玉婷中盘取得胜利 然后告中也是恭喜 他取得主将的胜利 那么今天这盘棋 就为大家解除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